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英市被称为天下第一村 在中国也是享有很大名气的 早在2010年华西村的经济实力就非常强 整个村子年收入最低的也有600万 华西村有一座第一高楼 该高楼花了35亿来建造 比武星级酒店还高端霸气无比 这座最具特色标志性建筑就是华西龙西国际大酒店 华西龙西国际大酒店在2011年成功建设并且投入 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 楼高328米一共有74层 这座楼的高度排在中国前八 最珍贵的是60层 里面有一只价值3亿的大金牛 是用一吨的黄金打造的 钱全部由村里等人筹资的 是每个人出一千万 酒店的72层是观光层 一共有800多间房间 5000多个餐位 这样的排场真是让人惊叹 站在远处观望 就可以看到酒店是由三栋原柱所组成的 在顶部还有一个金色的大圆球 寓意为三足鼎立 明珠置顶 这即表现了这个村庄人民的团结友爱 更加昭示了村庄居民的美好溯源 他们希望自己所处的这个村子 以及整个国家今后的发展如日中天 走入酒店的区域 还可以看到广场上的九龙石雕 气势磅礴璃徐徐如生 进入酒店的内部 里面有积木水火土五个会所 并且会所地面上铺的都是金砖 不过不是用纯金所打造的金砖 而是用的镀金 然后是如此 还是把这栋酒店的豪华 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了 或许大家看到这里都会觉得 这样奢侈的豪华大酒店肯定是开出了天价 普通人肯定是无缘居住了 但其实这个豪华酒店的房价并不贵 在网上预定的话 价格是五百元起 非常平价 这样豪华高端的大酒店 大家想不想去住一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